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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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中是否有关于它的记载 重重迷雾的背后 又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真相呢 平山县三脊乡地处河北省西部 太航山与华北平原的接合部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在这片黄土地下 考古队员发现了一处战国时期的中山国亡陵 这让中国考古界未知震惊 这处陵墓之中随藏器物丰富 仅M1号墓和M6号墓两座大墓 就出土了一万九千余件精美文物 为世人打开了一座艺术宝库的神秘面纱 2017年中山古城考古遗址公园正式落成 在中山王错木葬上方建起的 中山国亡陵陈列馆投入使用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中山国亡陵陈列馆 今天由我带领大家一起去领略 2400多年前战国时期中山国的英姿雄风 通过陈列馆中琳琅满目的文物 我们看见了一个史书中 琢磨不多的中山国 这是一个被郭沐洛先生称为 艺术王国的古老国度 中山国究竟有着怎样跌宕起伏的历史呢 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想要了解这些 还要从1974年那次考古发掘中展开 总体来看呢 我们这个墙需要大改一下 根据咱们最新的这个规划 需要把它这个再完善完善 黄紫强 现任中山国王林陈列馆馆长 他的父亲黄军虎退休前 曾是中山国古城遗址管护中心主任 黄紫强自并就在中山国 长大 接触最多的就是中山国的文物和书籍 因此他对1974年在平山县三吉乡展开的发掘工作 非常熟悉 当时村民取土的这个地方 我们叫双灵台 这个双灵台究竟是怎么回事 大家都不知道 有说是赵武灵王的墓 有说是唐太子的墓 但是究竟是谁的墓 大家都不清楚 1974年秋天 三吉乡的农民 为进行农田水利建设 在双灵台 两座高大的土丘上取土 意外地挖出大量陶制瓦当 随后三十余座春秋战国时期墓葬 和一处战国时期城址惊献于世 经前期勘探后 考古队员对三十余座古代墓葬中 规模较大的M6号墓葬进行了发掘 随后发现 这是一座成中字形的大墓 与此同时 他们还从当地老乡口中 得知了首秋刻时的线索 在调查的过程之中 听老乡讲 那几家村 那个村里有个叫刘喜梅的一个老习生 他家的农田里发现了一块 刻有记录背景像像帖书式的文字的一块石头 这个字就是引起考古队的兴趣来了 那么考古队到下场一看呢 这些字还确实不认识 通过考古发举及首秋刻时中的线索 考古队员和中国考古记 第一次见到了一个 沉寂了两千多年的神秘古国 中山国 中山二字始建于左传 文中载有 水老方将 急虐方起 中山不服的词句 其中的中山指的就是中山国 中山国由北方游牧民族 百敌鲜鱼市东迁而来 隐城中有山 而得名中山国 它的国土处于燕罩之间 特殊的地理位置 使它常年与中原各国交战 实力强劲 不容小觑 战国初期 中山国曾与魏 韩 赵 燕四国 一同称王 合作对抗秦齐等大国 在鼎盛时期 有着战国第八雄的预称 根据史料记载 及出土器物 考古队员推测 M6号墓葬的主人 应是中山国的某一位国王 那么他究竟是谁呢 随后考古队员翻阅史书 发现有明确记载的中山国历代国王 分别是武功 还功 赵和中山国最后一代国王 尚 那么M6号墓葬的主人 是这四位国王中的哪一位呢 由于墓中出土的带有名文的器物极其稀少 考古队员一时间难以确定 M6号墓葬墓主人的真实身份 1977年 考古队员再次来到平山县三脊乡 这一次他们将发掘的目标锁定在 比M6号墓葬大一些的M1号墓葬 然而此刻谁都没有想到 困扰了他们两年多的谜题 答案就藏在M1号墓葬中 此时考古队员正在M1号墓葬中进行清理 随着发掘工作的推进 考古队员对M1号墓葬的结构及形制 也有了大致的了解 M1号墓葬是一个呈中字形的大墓 分为北墓葬 长方形果室及南墓葬 它与此前发掘的M6号墓葬的形制极其相似 那么M1号墓葬的主人会不会也是一位国王呢 如果是的话 他又会是谁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 考古工作继续推进 一天上午 一名考古队员正在M1号墓葬中进行清理 一件筒形的青铜器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发现这件筒器的底部 竟然住了三只奇异的小兽 大家能看到我们面前的这件青铜器叫筒形器 整个器身为直筒形 周身是刻满了攀毁纹 底部是三只刻有卷云纹的异兽 这就是出土于M1号墓葬的筒形器 高58.5厘米 直径24.5厘米 器身为直筒形 开口平底 底部有三只周身 镌刻着卷云纹的异兽 昂首张目 气势威严 筒身表面会有盘曲的盘毁纹 和细雷纹 两侧各有一只兽面显环扑手 值得注意的是 筒形器底部的三只异兽 其前额都有一个向上弯曲的角 体形四路 藕提短尾 那么这三只异兽究竟是什么动物呢 将它清理出来后 考古队员在点击尔雅士兽中 找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铃 军身 牛尾 一角 文字所描述的是神话传说中的麒麟 称他的身体像小型鹿张子一样 尾部似牛尾 有一只脚 那么这件筒形器底部的异兽 会是典籍中记载的麒麟吗 经考古队员仔细对比后发现 筒形器底部的异兽 身与蹄和张子相似 尾部酷似牛尾 前额有一角 体貌特征与麒麟非常类似 由此他们推测 筒形器底部的三只异兽 很可能就是典籍中记载的麒麟 那么这件柱有瑞兽麒麟的筒形器 有何用途呢 根据当时发掘现场的情况来看 筒形器出土时 内外均无烧熏痕迹 也无放置食物的痕迹 所以考古队员推测 这一件筒形器可能是供物主人玩乐的头壶 头壶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燕影时做的一种投掷游戏 是一种传统礼仪 是一种传统礼仪 源于舍礼 礼记传中云 头壶舍之戏也 宴影有舍以乐兵 以席荣而讲义也 在古代 诸侯大夫宴请宾客时的礼仪之一 就是请客人射箭 成年男子不会射箭 被视为耻辱 后来 因为庭院狭窄 弓箭不足等诸多因素 人们就会用箭投弧来代替射箭 久而久之 头壶就成为宴请宾客时的固定游戏 因此考古队员推断 这件统行器的主人身份非同一般 这个统行器上面有潘赤纹 我们都知道这个潘赤纹 是高等级的墓葬里边才会有的 但是在这个墓葬里边发现了 就可见墓主人的身份不一般 虽然统行器的发现 并没有为M1号墓主人的身份 提供直接证据 但在他的发掘过程中 一个奇怪的现象 却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 这一细节也成为日后 打开中山国历史大门的一把钥匙 这是主墓室 当时发掘的时候基本上被倒空了 还发现了这个焚烧的痕迹 应该是盗墓贼把这个主墓室的东西拿走以后 又放了一把火 所以说毁坏得特别严重 盗墓贼偷走墓中随葬品后 为什么还要纵火毁木 难道墓主人与盗墓贼之间 存在不为人知的恩怨往事 以至于在盗走随葬品后 还放火焚烧了墓主人的尸身 以泄愤 带着这些猜想 考古队员加快了M1号墓葬的清理工作 不久 一名考古队员在清理主墓室角落的一块石头石 发现了一块大铜板 我们当时在这个主墓室的这个景色上 发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铜板 特别大 有92厘米长 48厘米宽 厚的话大概两公分 这个铜板的话 它出土的时候扭曲不堪 也是经过我们文物专家的修复 最后把它完整地展示了出来 经清洗修复 这块铜板的原貌 呈现在了考古队员的眼前 他们惊奇地发现 这一面铜板上竟然是一幅亡灵的建设规划图 这幅亡灵建设规划图 采用金银细片镶嵌而成 陵园内共规划有五座墓葬 分别是处于陵园中心位置的王墓 左右两边的王后墓 以及最外侧左右两边的夫人墓 铜板上五座墓葬朝向南方 营造出了一片中轴对称的宫殿式建筑 亡灵区域临上建筑 各公式面积和平面形状 标有尺和布两种度量单位 尺标式的建筑 严格按照比例尺绘制 比例为一比五百 与现代建筑工程规划图比例相同 考古专家将这块铜板命名为 错金银铜板诏域图 诏域在我国古代典籍中 一指灵墓区 使墓地四周的边界 也代指墓地 根据我国以往的文献记载 古人使用比例尺绘制地图的历史 以公元267年西晋培秀为最早 而制作这幅错金银铜板诏域图的年代 在公元前308年前后 他的出土将中国缩纸制图的历史 提前了近600年 赛图它应该是有这么几个意义 第一就是它对中国古代建筑 比如说灵然的布局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资料 战果时期的亡灵 可能都是这种理智或者规制 对它亡灵的这种参照意义 相当于一个标识性的东西 第二就是我们可以按照照意图 去给它做一个模拟服务员 看它将来原来这个灵源的范围 究竟是多大的范围 根据照意图中的信息 考古队员开始寻找其余墓葬 但奇怪的是 经现场勘探后 他们并未发现赵域图中 全部的亡灵建筑 而是只发现了两座墓葬 他们分别是 位于铜板中心位置的王墓 以及旁边的一座王后墓 其他三座墓葬均未发现 那么铜板上规划的 那三座墓葬去哪儿了 考古队员对此展开深入研究 没想到却发现一段 显为人知的历史 制作照意图的年代 在公元前308年前后 正是中山国处于战乱 与王国的历史时期 那时的中山国 经济势力迅速下降 中山国发展的历程 非常的曲折 它也一度在群雄之间 颂横百合 但是后期的中山国 特别是称王以后 它的那个四大的心态 就逐渐地暴露出来了 首先是中山国呢 过度地崇尚儒学 史书的记载呢 就是说中山国 专行仁义贵儒学 剑壮士 因为前期的中山国呢 是一向以威猛善战而著称的 但是呢 后期的中山国 因为过度地崇尚儒学 造成了战士带于杭震 农夫堕于田 以致造成了国贫兵落 这样的局面 战国中期 中山国实力迅速衰退 国内大臣勾心斗角 贵族贪图享受 对外关系 赵国大军频频压境 边境战事连年不断 在内忧外患的处境中 当时的中山国国王 早已没有精力 来完成 照育图中的亡灵规划 由此 陶古队员推测 照育图中绘制的亡灵规划 并没有差错 那三座没有发现的墓葬 实际上并未修建 1977年11月 随着发掘的生物 墓葬中隐藏的信息 不断浮出水面 考古队员根据先前 M6号墓葬的发掘经验 很快在M1号墓葬的 主墓室周围 发现了三个库室 分别为东库室 西库室和东北库室 其中东西两个库室 均未受倒扰 随葬器物保存完整 这件错经营四龙四凤同方案 出土于M1号墓葬的库室 它的出土让在场的所有人 感到兴奋 这件器物呢 它是错经营四龙四丰同方案底座 当时出土在东库 它出土的时候呢 已经严重的损坏了 后期呢 经过我们考古专家 好几个月的时间把它修复好 在古代 人们席地平机而坐 充当机的便是方案 这件错经营四龙四凤同方案 长47.5厘米 宽47厘米 高36.2厘米 气身 用金营细片镶嵌出了 四龙 四凤 四鹿的造型 华美而精致 彰显出牧主人尊贵而显赫的身份 复制文物是馆长黄子强 日常工作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 正是这样的经历 让他比一般人更加懂得 这件器物 铸造的繁复与精密程度 方案各部均由逃犯铸造成 186块逃犯 近40个铸接点 近60个焊接点 经过铸汉 锚鸡和施腊法铸造而成 方案整体结构繁复精巧 制造工艺精湛高超 从中可见战国初期的中山国 在制造业方面发展迅速 其工匠对青铜铸造技术 运用娴熟 它通体是挫金工艺 比如说它上面的翅膀 翅膀上的羽毛不足一毫米 所以说制作难度非常的大 可见古人的记忆是非常的高超 但最令考古队员感到惊叹的 不仅是方案的造型 更是它各部繁多且灵活的组建 挫金营四龙四凤同方案 由多个构建组装而成 各构建间相互嵌套拼接 可随时拆卸装箱带走 在诸侯征雄的战国时代 历经动荡战乱的中山国人 创造出了如此精巧的器物 不能不令人赞叹 但发掘工作给考古队员 带来的惊喜 远不止此 同方案的出现 间接证明了牧主人尊贵的身份 但接下来的发掘 却令考古队员十分意外 这是中山国东库 长的话11米7 宽和深都是3米多 当时出土了大量的 礼器和生活用品 包括很多青铜器 都是在这里发现的 其中呢 挫金营 虎吃鹿 屏风底座 就是在这里发现的 非常的精美 这是M1号墓葬中出土的 挫金营虎吃鹿铜屏风座 这件铜屏风座 长51厘米 高21.9厘米 重达26.6千克 气身是一只双目圆针 尾巴向上卷曲的猛虎 正在吞噬一只柔弱的小鹿 青铜器中虎与鹿的皮毛斑纹 均用金银铜细片相绳而成 而老虎的凶猛 与小鹿的弱小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生动逼真 这件虎身 呈84度夹角的底座 承托起两扇屏风 墓葬中出土的火轴河叶 使屏风能够折叠收纳 足见中山国人的巧思 但让考古队员不解的是 蒙湖捕食小鹿的造型 是在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当时的人们通过这件器物 讲述这个故事又有什么用意呢 经过仔细研究 考古队员在屏风座的底部 发现了十四四床优优色夫徐志 志醒气十二字名文 名文中十四四指的是 制作器物的年代 床优指的是铸造器物的工匠 色夫徐志是监制官吏的姓名 正是这段名文 帮助考古队员发现了 中山国人制作猛虎食鹿 这一动物形象的大致含义和原因 民间曾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一天夜里 中山王后英姬梦见一只小鹿 在河边饮水 一只猛虎突然出现 将小鹿咬在口中 第二天中山王找来国相 司马周解梦 司马周说 如今天下诸侯相争 中山国就好比那小鹿 如穷兵独武必引人注意 免不了被老虎咬死的命运 我们应该休养生息 让大国注意不到才能生存 从此 中山王韬光养晦 并命工匠 铸造了错经营虎视鹿屏风座 以此来劝诫自己 据此 考古队员推测 M1号目中出土的这件铜屏风座 很可能就是故事中 中山王命令工匠铸造的那一件 但故事中却没有详细记录 这位中山王的姓名 就在考古队员对此感到疑惑时 另一件器物的出土 让事情出现了转机 1977年秋天的一个下午 考古队员正在对M1号目上 西库市的角落进行清理 这时一件巨大的铜壶 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清理的时候 手承出到了一个硬物 出到了一个硬物 然后我们就赶紧的清理 发现是一个方壶 这个壶的造型也挺奇特 边上立着有龙 隐隐约约的 感觉那个气深的绿袖下面有字 我们就把这个气窝 拿到那个比较亮的地方 对着太阳光一看 确实有字 我们就发现是中山王三个字 奎龙适刻名同方湖 高63厘米 附近35厘米 重达28.7千克 属祭祀之礼器 考古队员对同方湖 进行初步清理后 发现湖的四壁竟然刻着长篇名文 随后 文物修复师对同方湖表面 进行了除锈处理 湖中隐藏的更多信息 被慢慢揭开 他们发现 湖上竟然刻有名文450字 字体修长 圆润流畅 其中文字之多 内容之丰富 在我国考古史上实属罕见 明文中写道 为十四年 中山王错 命向邦州 则焉己经 诸为以虎 结于阴 可法可上 以想上帝 以四先王 意思是说 中山王错十四年 他命在向司马州 选用燕国所产的优质铜料 铸造成了这件 记录先王工业事迹的 祭祀酒器 通过这段名文 考古队员揭开了 M1号秘葬 牧主人的身份 他就是中山国的国王错 那么错是中山国的 第几任国王呢 在他的身上 发生了哪些 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随后 考古队员翻阅了大量史料 从中寻找 有关中山王错的记载 遗憾的是 错的名字 并未在史籍中出现 这支方胡上的名文 是目前仅有的 对他的记载 根据方胡中 誓遭燕君子快 不顾大义 不告诸侯 而陈主义位的名文 考古队员进而发现了一段 与错有关的历史 公元前316年 重庆儒家学说的燕王快 废太子姬平将王位 善于国相子之 使燕国发生内乱 史称子之之乱 死之之乱发生以后 齐国就借机进攻燕国 因为当时燕国内乱 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抵抗 齐国的军队就攻入了 燕国的国都 这时候中山国一看有机歌唱 他也派兵攻入燕国 而且掠夺了燕国的 大量的青铜器 还有大片的土地 可见当时 中山国是在错的带领下 取得了伐燕之战的胜利 得到了燕国的大片土地 在此事件后 中山国的实力 地位 在各诸侯国间迅速提升 进入了鼎盛时期 位列战国第八雄 根据同方湖名文中 确切详实的记载 考古队员发现了这段 不为人知的中山国历史 也让一代君王错 第一次出现在世人眼前 根据墓中出土的赵玉图 统行器等随喪品 考古队员确定了M1号墓丧 为战国时期中山国王墓 而随后同方湖的出土 让考古队员进一步确定了 M1号墓丧的墓主人身份 他是中山国的国王 错 那么错是中山国第几任国王呢 由于史料中对中山国 历代国王记录不足 考古队员一直无法确定 这个关键的信息 他们希望在接下来的发掘中 找到答案 1977年冬天 考古队员在M1号中山王错目的西库室中 再次经历出了两件刻有名文的青铜器 铁足铜顶 中山王赐铜元弘 他们与奎隆士克明铜方弘一起 共刻有名文1101字 被专家合称为中山三弃 另外两件器物商 又记录了哪些中山国的故事 在接下来的发掘工作中 考古队员又是如何意外揭开M6号墓丧 墓主人身份之谜的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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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